在之前,你已经学习过了一元一次方程,但在这个视频中,我就来给你讲讲二元一次方程。 顾名思义,二元就是指方程中要有两个不相同的位置数,比如x和y,而一次是指位置数的次数必须是1。 了解了概念,那来考考你,这几个是不是二元一次方程呢? 一个一个来看,x加y等于5,有x、y两个位置数,次数都是1,是二元一次方程。 第二个,虽然也有两个位置数,不过y跑到了分母当中,是分式。 第三个,有两个位置数,不过这一项的次数等于2,加1,得3,不是一次。 而最后一个,只有一个位置数,并不是二元。 所以说,是二元一次方程,必须满足三条件。 第一,要有两个位置数,第二,次数要等于1,第三,分母中不能有位置数。 除了要能判断二元一次方程以外,你还得会用它的概念去计算,比如这个题。 若这个方程是关于x和y的二元一次方程,那m应该等于多少呢? 题目说,这是二元一次方程,那y的系数,2m-1的决定值,就必须等于1。 去掉决定值,那2m-1就等于正负1,算一算,m等于0或者1。 所以最后的答案就是0或1了吗? 错! 如果m等于1的话,那x的系数,m-1就等于0了。 那x就被干掉了,所以m不能等于1,只能等于0。 以后提到了二元一次方程,除了俩位置数的次数必须等于1之外,一定要注意,它们的系数绝对不能为0。 和一元一次方程类似,二元一次方程也有相应的解,比如x加y等于5,满足这个方程的xy俩数可以是0和5,1和4,2和3,3和2,等等等等,有很多。 像这样,使得方程两端相等的一组位置数的数值,就叫做二元一次方程的解,寄成这样。 而与一元一次方程不同的是,咱可以把两个二元一次方程组合起来,比如再写一个方程,x-y等于1,把这两方程用大括号扩在一起,就构成了一个二元一次方程组。 如果一个方程的解同时满足了另一个方程,那咱就把这组xy叫做这个二元一次方程组的解,比如方程1的解x等于3和y等于2带入方程2,3-2等于1也成立,这就说明x等于3,y等于2同时满足两个方程,因此就是这个方程组的解了。 那x等于0,y等于5是不是也是方程组的解呢?你也把它带入方程2,由于0-5的负5不等于1,那这组x和y就不是这个方程组的解了。 总之,同时满足了两个方程,才能说是方程组的解。 好了,就讲这么多,总结一下。 第一,二元一次方程有四个要求,位置数必须有两个,次数必须都是1,位置数不能在分母中,另外,x和y这两个位置数的系数都不能是0。 第二,使得方程两端相等的一组xy,就叫做二元一次方程的一个解,而同时满足方程组中两个方程的解,就叫做方程组的解。 要想验证解是否成立,只需要把它带入方程中,看看两端是否都相等即可。 怎么样,听懂了吧,还不赶快做题爽一下。